十大新住民新闻赞! 台北教育大学、东南亚区域管理、硕士学位学成主任、魏玉珍等九位专家学者担任评审,评选出年度十大新住民新闻,连续举办四年的赛珍珠基金会,希望呼吁政府及社会大众要更加重视关怀新住民,在教育文化跟权益上的议题。 我们希望提醒中央跟地方政府,虽然他们做得不错,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多多关怀这样子,新住民更容易的融入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,更使他们对我们国家能够认同,我想这方面应该是可以融入的地方这样子。 感谢我们赛珍珠在这四年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新闻,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新闻的显拔可以每年都继续来办,那让每一个关心移民的朋友、非移民者,他也可以更了解移民。 记者会后座谈会上,邀请了屏东县海口人、社区经营协会主任郭慈爱,与公事英尼语新闻编译孙佩山,及国立交易广播电台主持人吴正南,跟花莲县博爱全人发展协会李称林等新住民领域代表,探讨在多元文化社会下的面面观。 藉由交流探讨,让更多人重视新住民在台生活现况与需要,促进民间与政府协力合作,共同致力于实践多元文化社会。 记者罗志雄台北报导